我喜歡藝人是把18班舞藝都學好 等製作單位用 這就是視求人 我們開條件嘛 不好不接嘛 那現在的都不是人求四嘛 一個招牌扎下來十個藝人 那一部戲要幾個人 大家都去求嘛 三千也拍兩千也拍 不要錢也拍嘛 怎麼會好 可是像以選秀節目來說 我們就會覺得現在這個節目紅 我們就要趕快出到 正常是這樣 因為很容易就消失了 但是因為你的資質不夠 或者是訓練的程度不夠 他很快就會談話一些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東西演的 他沒有東西說了 他沒有東西讓你挖了 我看他們去錄很多節目 我都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像去小姐不吸地 只是拿個手牌 做了一個小時去幹嘛 連跳個牌舞都沒有 以前我在公司 我就會罵我的宣傳部經理 這叫不效通告 你臉都沒刷到 哪些一定要講到 你沒有講到 你回來就該死 你宣傳你要做到你該做的東西 訓練的時間不夠 還有現在的小朋友 你就不能吃苦 那因為現在少子化 一少子化呢 再窮在家裡都是飽 那一當飽 就沒機會了 那這種是對於未來台灣的上次化 堪憂 非常堪憂 有點做不動的 因為要做 要身體力行很多事情 精氣神你都要非常做 你要跟這些小孩鬥 你要改變他 你就要隨時隨地定領他 那他會用一種一百種方式 冷處理或者跟你鬥 所以我常想說 我訓練一次 我最少喪失了十年的壽命 許光漢 我覺得是未來的引力 我和鬼成為家人的朋友 我一看完首映 我就說一定打中 這是我這十年來看過最好的國片 而且是沒有冷場 那為什麼這麼看好許光漢 他連跳那個 蔡英寧的舞梁 你都可以感覺他是用心學 有用心跳 不是四個八拍帶過去而已 他很努力地跳掉每一個語圍 所以我認為不容易 這個小孩非常好 都不得了 就是你 不得了 這個小孩 就拍了